大家好,我是水瓶创造小狗 关注小狗带你玩转数码进 今天又来到咱们的飞羊二种市场 拿一台苹果X2机器 今天看看X2的机器到底多少钱呢 接下来带大家揭晓看 今天要进入咱们的飞羊二种市场的内部 内部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的背包客陆续续的承诺电机到二楼去拿货 所以说呢,咱们也跟着直接上二楼去选择咱们想要的手机即可 接下来呢,来到了咱们专门卖X2R的柜台前面 这台X2R是小花机,就是4G国航的 没看到呢,这台X2R的承试呢,相对来说是挺新的 可以说呢,是99新的朋友 除了也没有什么磕碰 只有一些细小的花痕 基本上可以说是承试挺好的一台手机 我们把X2R手机开机后,检验一下各方面的性和飞机 这个手机是否有其他的问题 首先呢,要看一看这个电池的效率 X2R的电池效率呢,是彩虹182 这效率呢,还算挺好的 咱们接下来呢,再到X2R的手机设置里面看一下其他的 是否完全更长 好,那去那个面容设置里面看一下那个面容能不能有 面容是不是准快的 面容之后呢,再进入咱们的桌面 看一下相机,使态到什么有关点 模糊等情况 那花香妹的当中买手机 都要注意一下手机的各方面情况 千万不要买到水货以及炸弹机的 我手上拿的这台车呢,是国航64G 然后是一个原状无修的一个地形 然后呢,老板这台手机的话是卖2300度的 大家感觉过航64G的车啊,卖2300多,贵不贵呢?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小庚每天都会带大家到华江北 看手机以及手机的行情 喜欢数码的朋友呢,记得给小庚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